准备性感的大土豆子去皮切薄片 放入清水中洗去表面淀粉 水开加一勺盐放入土豆片 煮至透明状 捞出过凉水控水备用 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中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 撒上适量的麻辣鲜 翻拌均匀 家庭版自制水片就做好了 都看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帮忙给个爱心支持一下 再走呗 感谢你们 找一个长方形土豆 用削皮器削成薄片 火腿肠扒去外衣 顶刀切成段 土豆片卷上火腿肠 再用牙签固定 如视频中这样全部做好 锅中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媳妇今天做的啥好吃的呀 今天用土豆做了一道小零食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帮忙给个爱心支持一下呗 感谢你们大家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 撒上适量的麻辣仙 美食做好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 为什么饭店的凉拌菜那么好吃 今天来解密 准备一勺粗辣椒面 一勺细辣椒面 半勺生芝麻 少许13香 加入几滴白酒增香 再倒入半勺熟豆油 搅拌均匀 防止炸糊 加入250粒咸盐 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葱姜蒜 原葱香菜 桂皮八角香叶麻椒 起锅烧油 下入葱姜蒜 再下入四种香料 小火炸至干香 捞出料渣 将热油分多次倒入碗中 边倒边搅 这样万能的辣椒油就做好了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你学废了吗 准备西红柿切碎 放入碗中 打入一个鸡蛋 加一小勺盐 两大勺面粉 少许的清水 调成浓稠的面糊 撒上一些小葱花 平底锅刷油 倒入面糊 煎至两面金黄熟透 放上一根火腿肠 卷起来 再切成小段 配上番茄酱 宝宝营养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 家里吃不完的香蕉 可以这样做 准备一串带有钻石的香蕉 扒去外衣 切小段 拍上一层干淀粉 碗中放入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打入一个鸡蛋 加适量的清水 调成无颗粒面糊 香蕉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 捞出控油 锅中放一勺白砂糖 一勺清水 小火熬至香油色 倒入香蕉 快速地翻拌均匀 拔丝香蕉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朋友 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 进来的家人呢 如果我做的菜 挺有方法 手里有条件的 给我一个双击呗 感谢 快要过期的面包片 用擀面杖擀平 巧克力切小块 放到面包片上 再盖上一张面包片 用杯子压出圆形 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油锅里放 鸡蛋锅里放 巧克力面包锅里放 炸至金黄 捞出控油 油炸巧克力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朋友 双击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鸡胸肉 啪啪啪上热门 切成长条 加入葱姜 奥尔良腌料 料酒 拌匀 腌制30分钟 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鸡蛋液 方便面碎 全部这样做好 五成油温下锅 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微红 外酥里嫩 香酥大鸡柳 就做好了 都看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 帮忙给个爱心 支持一下再走呗 感谢你们 家里没有电动打蛋器 用筷子 做的蛋糕 又不蓬松暄软 该怎么办 今天和我一起学做吧 准备五个正经的鸡蛋 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加白砂糖 纯牛奶 玉米油 各40克 低筋面粉100克 搅拌植物颗粒 准备矿泉水瓶 用剪刀 给它像视频中这样剪开 剪成这个熊样 蛋清加20克白砂糖 用矿泉水瓶快速打发 直到另一根筷子不倒 分三次 倒入蛋黄糊中 上下翻拌 倒入刷油的不锈钢盆中 盖上保鲜膜 扎排气孔 水开 送入中锅 蒸30分钟 光火 三分上10分钟 每天宅在家 不知道吃啥 做啥的老铁 请关注我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美食 感谢双鸡 感谢支持 倒扣脱模 蓬松轩软的蛋糕就做好了 学会的朋友 双鸡 媳妇 哎 这啥呀 不敢吃这个了 你给我做点凉瓜 咱俩才会呗 行 我马上给你做 隔壁老王放来的菠菜 起定切断 炸成蔬菜汁 炸好的菠菜汁过滤 一碗豌豆淀粉 将一碗菠菜汁搅匀 锅中到五碗菠菜汁 加个调好的豌豆面酱 搅拌均匀 小火煮煮煮痛饼色 碗中放蒜末 青红美人椒 香菜 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来点蜜汁的辣椒油 香油 倒入一瓶 冰镇矿泉水 调好的汁 倒入面鱼 酸辣面鱼做好了 如果你学会了 帮忙给个爱心支持一下呗 感谢 老公今天吃啥呀 吃紫薯行 麻烦给你做 将紫薯去皮 切成薄薄的厚片 给它放入蒸锅 蒸熟 蒸好的紫薯 加一勺白糖 搅成泥 取一块暗点 给它放入豆沙馅 包起来团圆 粘裹上一层 提前泡好的西米 上路蒸锅 蒸熟 水晶紫薯球就做好了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请给我一个爱心支持一下呗 感谢 刚从小圆耗的菠菜 锅中水开 焯烫一分钟 切成小段 碗中打了三个鸡蛋 充分的搅散 加入适量的盐 切好的菠菜 少许的温水 搅拌均匀 撇去表面浮沫 待保鲜膜扎眼 水开 上锅蒸15分钟 菠菜鸡蛋羹就做好了 蘸上小蘸料 非常美味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 不要出去买蒜蓉辣酱了 用五个干棒 就可以做一锅 首先准备二斤红辣椒 放入绞肉机中 搅成碎末 用手切也可以 再准备半斤的大蒜 用搅肉机 搅成蒜末 锅中放入200克食用油 4成油温下入蒜末 快速的翻炒20秒钟 放入红辣椒 翻拌均匀 加入100克黄豆酱 20克白砂糖 40克食用盐 30克清香米醋 30克高度白酒 开中火 翻炒20分钟 关火放凉 冰箱冷藏 可以存放三个月 好吃又下饭的蒜蓉辣酱 你学费了吗 学会的老铁 给我一个小爱心呗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道家庭美食 感谢大家